排队找好味,懂多久都无所谓 小小编这一回带吃货们来到拔赌巴侠 寻找这隐藏版的好吃味 白天的拔赌巴侠海前街小贩中心 白天只有两三个摊位营业 其中一摊就是清香具沙爹米粉 它位于不起眼的角落,没有明显的招牌 但摊位前时常高盆满座 落实来可能就吃不到美味的沙爹米粉了 这传承两代的沙爹米粉 每天只开盘营业两个小时半 沙爹米粉的卖点是三八酱和花生酱 三八酱是用香茅,蓝浆,黄浆,虾米,栗子 及辣椒酱等调配而成 而花生酱是以花生碎,咸饼,油麻 及三八酱等材料搅拌而成 老板说,早期售卖的沙爹米粉可配鱿鱼吃 但近年来因为由于涨价,货源也少 因此顾客可以选择添加豆干,豆汁,直沙爹,配搭米粉 也是yummyyummy的 好,我是从他的父亲的时代呢,我就已经开始吃了 最喜欢的是它的沙爹 因为米生嘛,比较不喜欢那种肥肉肥肉对不对 因为它是全瘦肉的,我是超喜欢的 然后呢,它的那个米粉呢,就胃油腻 会上面炒到油油的 然后它的沙爹果真的是很浓郁的,很香 然后淋在上面的时候,超级棒的真的是 就是说,去到那边可以跟叔叔说话聊聊天 然后再吃,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最喜欢是我舅舅的沙爹米粉咯 然后它的酱咯,它的沙爹很滑咯 然后还有它的蒙眼,那个红豆汤咯 它的料很足咯,一鸡棒咯 但是,了解 好 然后,你是不是